喜愛帶著孩子們上山下海的全職媽媽陳映玲 在出遊的過程中 看見了台灣需要富裕的珊瑚們 透過以往從事記者及公關產業的經驗 讓她能夠結合本科以及興趣 用不同角度來詮釋海洋保育 可能是因為我們學新聞的人 常常學公關的人 會常常接觸很多不同的面向 我會把我的專業跟海洋領域 生態保育領域結合在一起 我們為什麼不在海邊常常看到的 這種九孔池 或者是海邊比較安全的地方 去把珊瑚給它種回來 雖然是一個很幼稚的想法 但是當初有受到一些海洋界老師們的鼓勵 所以我就一然而然的寫了一個計畫 參加了Keep Working 就是Johnny Walker他舉辦了一個 Keep Working的夢想起飛計畫 拿到了一筆開始的紙巾 就這樣開始了我 珊瑚富裕之路 海洋中有成千上萬的物種 陳映玲選擇富裕能夠行光合作用 製造養分的珊瑚 讓基地環境可以更加適合海洋生物生長 珊瑚本身也是一個很重要的養分製造機 而且更重要的是 珊瑚它會分泌它的骨骼 它的骨骼當它死掉之後 會累積在整個海裡面的石頭上面 那它一直往上長往上長往上長 長得很大的時候就變成了珊瑚礁 珊瑚礁裡面有很多的空隙 可以提供小魚小蝦小蟹在裡面躲藏 所以它同時是一個很棒的氣地 海洋變化莫測 像是海浪、水溫、鹽分等 都會影響珊瑚的生長 歷經不斷的嘗試 引起新教各領域專家 陳映玲目前找到最適合富裕珊瑚的 兩種種植方法 嘗試了這幾年來 我們有幾個方式是最常使用的 一個就是我們自己製作水泥的基礎 然後利用剛剛講的塑鋼土 把珊瑚種上去之後 固定到水下的網架上 這是第一個方式 第二個方式是用繩子種珊瑚 等一下你們可以看到 在繩子上面 珊瑚是可以附著上去的 而且長大的數率非常的快 那也不會累積凝殺 這是育苗的最好的一個方式 在不斷的努力後 陳映玲也在海洋中 看見了大自然反饋的成果 去年我們在河美港種下去的 那一群珊瑚 我們是集中在一個區域 就發現有很多小魚 願意在裡面游來游去 這是跟港內其他地方的現象 比較不一樣 除了不斷提升富裕珊瑚的面積 並提高成功率 陳映玲期許更多人能夠加入 海洋生態保育的行列 遠期的目標真的是 我覺得這件事情 是一個長期的工作 那我希望說更多的人 持續加入來做